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缅接 缅接这个火车站 这辆有个天车站 然后这辆又有一个叫做Pacific Center 这辆是上百年的一个火车站 这个火车站是直通美国的 那我们在我们视频的左侧 就是我现在指导的方向是温哥华的北面 现在我们看远处都还有雪山 然后我们这一个方向 也就是温哥华的南面 那就是列子文再过去就是美国 所以这个火车站 就是要往右边 往我的方向这边右边转过去 一直开大概30分钟左右 就可以到美国的边界 也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交界的49度 这条线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 这个还开不开 好 看看火车站 问问这点情啊 这辆火车站 哎 来了一个女生走出来 好 左边没有人 右边没有人 左边 右边 看一看 好 现在我们站的地方是 1150 Station Street 这辆是有加拿大到美国的火车 还有美国的Greenhan Fuego 当然这地方也有租车的公司叫Hert 现在我们走进去看一看 这个北年的火车站是怎么样 好 这辆出车公司是关门的 火车站也是关的 那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里面 哦 关门的 Hello 哦 关门 里面的保安告诉我们 这辆是关门的 好 里面没有人 好了 刚才我们以为有人走出来 结果没人的 好 这是我们了解 温哥华的一些情况 这是Hertritch Building 历史古迹 上面写的 这是加拿大北部的铁路车站 然后呢 它是1917年到1919年 是在加拿大建立的 建了两年的时间 作为一个终点站 这边呢 在这个整个建筑是在1993年 它又把它再次翻新过 翻新过一种多功能的一种车站 因为它后面的车站 又变成了又可以有汽车站 又有火车站 这个就是1150号 Station Street 这是加拿大的老火车站 ANW关门了 现在武汉肺炎期间到处都是关门的 目前呢 加拿大还没有开 开的应该是比较省省的开啊 否则的话 又容易群聚 那现在 美国川普总统态度非常坚决 有记者问他这个病毒是怎么回事 他明确的说要去问中国 另外 川普总统直言奥巴马政府呢 也有很大的问题 他甚至说 奥巴马是政治上的犯罪 那具体是怎么样 后面会有 他叫我们大家看报纸 好 这个是我们看看温哥华目前的情况 还是有人出来 但是没戴口罩 现在我们在一个National和Station这条交界 然后我们站在这张广告牌叫做Pattison Pattison是温哥华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富翁 整个全城的所有的广告这种广告牌都是他家拥有的 他拥有保险业汽车业差不多整个半个城市他就拥有 你可以理解他是温哥华的巨富就像李嘉诚一样的 这么一个垄断性的一个人物 这是我们看的一个北年老店 然后我们再去那边看一看 走过去看看 可能这边有一些流浪汉 我们看到有一些流浪汉在那边 那边有一些流浪汉在这样搭棚子 这个温哥华这个城市比较宽容 流浪汉也允许的 这边也有一些流浪汉 这个就是枫树 给大家看看枫树叶是怎么样 枫树的叶就这样 现在还没有 秋天要变红了 现在是刚刚是春天 非常漂亮 我们海外海人直播其中有一档节目 叫艾婉婷 就取自于杜牧的诗歌 好 这一批枫树漂亮吧 加拿大国旗就是以枫树来命名的 那枫树的时候叫停车做爱枫树晚 双叶红鱼二月花 这是杜牧的诗词 我们现在把这一首 这个枫树 让它随风飘落 好了 海外海人直播的朋友们 我们现在还继续要待在家里面 直到整个城市解封 就算是城市解禁解封 我们也要小小惺惺的出来 因为这个病毒绝对不简单 用班农先生讲的话 这是叫CCP病毒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病毒 现在目前人类现在到今天为止 还没找到有效的 治疗病毒的药物特效药 也没有制造出抗体 或者是我们讲的疫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在没有解药和特效的防卫的情况下 我们真正改变生活 或许就是第一要戴上口罩 第二要保持距离 这个人类的瘟疫 其实最大的瘟疫就是一个不透明的制度 一个专制的制度 一个让李文亮消声的制度 一个打压吹哨人的制度 另外我们希望海外华人直播的观众朋友们 点击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为什么呢 因为海外华人直播 我们有一个吹哨人 他的境遇正像李文亮医生一样 他在报导类似于一个很大的丑闻 叫做STD Food Scandal 他也受到各个利益敌传的打压 他呼吁五眼联盟进行调查 因为加拿大里面的那些保安 甚至是警察都给他制造各种麻烦 也是像李文亮医生那样 试图给他封口 好在加拿大是一个 对新闻媒体比较开放的社会 我们海外华人直播 希望大家给我们订阅 让我们挺得住这种压力 我们不需要别的任何钱 也不需要 特别的是我们只需要心里面那一个正义 这里是海外华人直播 我们始终不办高声 我们力求直播传证 本节目是由 美国加州 美国加州 澳克兰市 英纪十家 赞助不出 英纪十家的订餐电话是 510-465-1888 英纪十家 他们也在抗疫的过程中 他们也像千家万户的中小生意正在关门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挺得住 挨得住 能够扛得过去 在我们的南面就是美国 就是美国的加州 我们站在美国的北面 遥望着加州 遥望着南面 我们支持美国人民 好 各位观众 感谢你的收听收看 记住 海外华人直播 我们始终不办高声 我们力求直播传证 各位观众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